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够自发规律的运动 并将运动融入生活 教育部体育署和各县市政府协力推动运动挨台湾的计划 特别办理了巡回运动指导团 在每星期一和星期三的班晚以及晚上 在美轮田径场以及黄昏市场前的广场 会办理一小时的有氧运动 让许多想运动却不知如何着手的民众 有初步的认识以及逐渐养成爱运动的习惯 为了鼓励国人可以自发的规律运动 将运动与生活结合 因此爱上运动 教育部体育署与各县市政府推动运动挨台湾计划 其中为贴近民众的运动需求 特别办理巡回运动指导团 期盼将运动风气深入基层 建立一般想运动却不知如何着手的民众 对有氧运动的认识与基础 逐步养成运动的习惯 专门在带领我们的花莲的民众 然后参加一些运动的 体验的一些课程 运动课程 那我们目前是室外课程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的课程在室外 都是走有氧的团体课程为主 对 然后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有氧课程 有基础的有氧跟倫巴 一些比较线上流行的一些运动 然后还有一些MV舞蹈的 心肺有氧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课程的活动地点在美轮田径场跟黄昏市场的前面的广场都有 那目前骑程的活动是从5月到8月底 对 然后目前已经执行到一半了 然后8月的课程 美轮田径场是礼拜一跟礼拜三的5点4到6点40 那黄昏市场的部分是晚上的7点到8点 然后运动时间都是一个小时 课程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只要是花莲的民众有空都可以过来参加 自从我们有接触之后觉得上课 这样子的运动可能蛮过错的 对自己的检查升级我都觉得很有方法 这次的巡回运动指导团 从5月开始将进行到8月底 因为疫情影响采取户外为主的课程 在每周一和周三下午5点40到6点40分 会在梅伦田径场广场 晚上7点到8点则会来到吉安湘黄昏市场前广场 课程内容包含心肺有氧 MV舞蹈或润巴等 全程免费 欢迎有心趣接触运动的花莲乡亲 向花莲县体育会查询更多细节 接下来讲汪烟花莲市报导 感谢观看